虽然傀儡符文施灵只能控制他一半的身体 但眼足够了 总比他就这么被打死好 跪下给所有人磕头认错 或留你一命 现在到我了 什么 他竟然振开了这魔术邪徒 寒冰 天上 天上 王殿双切竟然败了 圆兽擂台都无法困住罗征 他当真是个怪物 左师兄 你 困兽擂台也不过此 卢徒不肯拥有如此强大的寒冰之女人 他和殿主之间必定有联系 得将此事禀告给父亲 卓大先生两个儿子的品行都有问题 也不知道他怎么教育他 也可能是上梁不正下梁歪 你身为殿主 当以身作则 师父 已经有长老怀疑 是你在用傀儡符文 控制弟子大闹演武堂了 你可知后果 师父 我作为殿主 视察殿内弟子修炼情况 合错之用 我还发现好几个心术不正的弟子 正想找负责的长老询问呢 师父 师父 Dutch 主 negotiation 跟我中介绍 羽黎我 也明白 他们心的痛挥 ability 署红 诞 嗯 那么 独吱 к 云宗 据说石宗主曾为此事求助过云殿 但我并未听闻 其中恐怕有蹊跷 那便传他来问话 等等 这小子绘画符文 而且这符文和护宗大阵的符文 同出一缘 波罗罗神闻 能破除人作大部分符文 也包括你身体内的傀儡符文 以世间万物为比 天地却为之 成功了 我证 我们九兄弟几足于你魂中 是机缘 我管你一路走来 如今已有乘风而起之事 日后 希望你能助我兄弟醒来 为我等重铸肉身 是 没问题 定会竭尽全力 没问题 定会竭尽全力 有意思 有意思 恳请殿主 让他协助我 一起汇至护宗大阵 此事等会再说 我先传他来问清 紫禁阴体一事 罗征 殿主要见你 弟子罗征参见殿主 罗征 你妹妹是子籍阴体一事 是否都属实 殿主问话 你为何不答 弟子怀疑 云殿之内有催邪同党 因此不敢多言 放肆 这只是宗主的亲笔密信 要求弟子 亲自交给殿主 殿主看完后 自会明白弟子 绝非虚言 玄冰真元 兵敌 生意有些相似 叠结恐怕 和殿主关系匪谦 殿主 罗征 信中之事 还需进一步验证 若是一切属实 本殿会将你妹妹接到云殿 护他周全 也绝不会姑息叛徒 你先跟踪权使 去构建护宗大阵 多谢殿主 此事必须严查 不愿意 对 这个 在不愿意 是 你不愿意 尽快 也不愿意 不愿意 你不愿意 这些会儿 会不会的 还是 你不愿意 你不愿意 龙婆婆 你与石经天传讯时 可又露出马脚 老神当时模糊了面目 绝不会暴露 即便如此 罗征也是隐患 一旦店主从他口中得知紫迹阴体 一定会展开调查 那就先除掉这个隐患 我听说西域有异宝现世 雪木崖封锁了西域 众多独立舞者有去无回 我可指派任务让他去西域调查 待他抵达西域后便可动手 谁也救不了他 我愿亲自带队 去西域截杀罗正 灵儿 别像你弟弟一样 让我失望 还是明白 此阵极为特殊 可挡神海境敌人 但需要两人操控 一人在外灌注真源 维持控制大阵 另一人 则获得强大的神龙之力 将敌人拉入神龙幻境 一举至敌 那燕尔在云殿就安全了 这是阵法图 你学会了 就和我一起绘制 大阵的核心 先用蛟龙之血 此阵来自龙族 用的蛟龙血作为核心 威力大浅 连生死竟圆满都挡不住 最好 用蛟龙之血 蛟龙之血 别瞎想了 这年头去哪儿找震龙 宗人大师 我被指派的任务 要去西域打探消息 心进弟子就是麻烦 幸好打探消息 这种小任务简单 你快去快回 注意安全 是 罗哲 这次西域之行 我必叫你有去不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